! 喂!喂! 開燈啦! 哎! 怎麼夠啊? 開多一點 哎! 看不到! 看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啊,這個蠻不錯,蠻浪漫的耶,這裡哪裡啊? 喂,Good Morning Monsi,最近怎樣? 真的是說最近怎樣,最近怎樣 因為我這個BuyCar最近真的沒有很好 原本打算從台北走去高雄的搭計 不能不能不能 但是啊,這個就是另外都不是了 所以現在這個BuyCar不是好像正常的Fro 走你去哪裡哪裡哪裡 只是坐在這裡,跟你好好 所以說,我今天住的地方 是一個Capsule Hotel 是叫藍酒店,高朗酒店 因為我在國外常常住Hostel 常常住Hostel,Hostel,Hostel 每一次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Hostel啊,為什麼要住酒店 就是留學生就是要便宜,便宜 所以這次來到高朗酒店 也是很便宜,它是1100台幣 在新台北的那邊,1100台幣上網 所以沒有說很貴 所以一個人有這個area 真的很值得很值得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看 我們高朗酒店 整個Capsule Hotel 有什麼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用我自己的腦 回憶回憶 現在就是走到這個酒店 然後就是上電梯 然後去到8樓出電梯以後 就是自己有self-check-in 如果你有prepaid的話很方便 然後順便可以看到reception旁邊 就是它的leaving room leaving area 除了房間之前 我還是先說一下洗手間 我去過很多Hostel 世界各地啦,也算是 它的洗手間沒有說很髒 但是也沒有說我會開心 在洗手間裡面用 然後在洗手間裡面 meditation 在裡面想一想 這個世界有多美好 從來不會 就是好的洗手間我也不會啦 但是這裡的洗手間 就是可以看到很乾淨 然後很亮 其實我覺得cleanness的重點是 就是很亮 如果你看看起來很亮 也沒有看到很多很污舟的東西 就是廣東話 污舟的東西呢 就是很乾淨的 Bacteria的那些 是看不到的 但是 就相信它是很乾淨吧 它按的Exit 超級帥的 對我們這些backpacker來說 laundry真的很重要 所以有一些Hostel 是沒有laundry 其實我們一次都好像沒有 因為去歐洲都是三五天 沒有五七天啊 我一個大便包是可以帶所有東西的 三五天是沒問題 但是這裡 這次來台灣三十天 不行不行 一個backpack 還是要laundry 說到laundry 她的地區選是去Reception 那邊買二十台幣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她那個washing machine 是五十台幣 就加起來70 洗一洗衣服 我覺得也可以啦 這是蘋果 我第一年做Steel documentation 便宜 然後然後就會問外面 她那個門口 有一個很重要的notice 就是寫 不能抽煙 其實在國外啦 在歐洲啦 也是不能抽煙的在室內 但是我試過一次 12月31號 2016年 還是15啊 2015年 還是16啊 好了 總之兩年前 啊我不記得 原來是2014年 12月31號 我在Hostel那個時候睡覺一個人 然後她在我旁邊抽煙 超級生氣的 我那個時候已經睡覺了 但是不說這個 在這裡就不會發生這些事喔 然後之後她是有一個位置 是你的locker 你可以放你的小東西進去 我發現裡面 應該可以放到小的行李箱 但是我這些backpack 就是整個backpack 帶過來啊 但是我相信 中的行李箱 是不能放進去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在這裡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我就是說到這個影片的終點 這個roll是怎樣 其實我介紹 我覺得跟其他人介紹 還是一樣 所以我超級快 介紹一下 這是進來 這是進來 這門進來 再開一次 看了看了看 按另外一個 所以從 所以從這個門進來 爬進來 爬進來 所以從 哇 這邊收到了 所以從這個門爬進來 就看到這裡有一個電視 電視不好看 因為它的直速 它的quad也沒有很好 但是對backpack來說電視 是不 需要 的 然後之後就看到 有一些地方可以 掛你的衣服 然後 我沒有衣服 現在 不要掛 不需要 然後就是看到它有充電 這邊要的東西就有 USB 萬國的 socket 然後燈燈燈燈燈燈燈 欸 關了不行不行 開開開 然後它是插卡取電 其實這個有一點不方便 我也是我用另外的卡插進去 可不可以取電 但不行 所以就是要用同一張卡插來 然後就是有一個sleep mode 這是所有東西 一按 就可以把燈全部關完 睡覺的時候 蠻方便的 你不要再鬧了 北七喔 你這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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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說完 所以這裡有一個 保險 槍 他以後呢 對我來說這不是放重要的東西 只是一個是storage room lead to storage room 你把所有東西你需要的 不需要的 你要從這個空間拿的東西 塞進去 然後要拿的時候 然後就拿出來 翻翻面 然後 怎麼畫面嘛 自己看啦 所以如果 門關起來 空氣會不會流通嗎 你會覺得不舒服嗎 不夠空氣 嗯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這裡還是有冷氣的 你看一看這裡 所以應該不會 怕冷就可以了 這個房間的介紹就是在這裡 我想說的房間是 這裡跟hostel 平常的hostel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平常在歐洲住的 常常都是住到18個人一起住 然後 我最多是24個人在London一起住 我是 付22班 一個晚上 22班 超級貴 超級貴 但是 沒辦法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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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這些capsule hotel 跟那些hostel 有什麼分別 最大分別只是一個 你的private area private area 可以影響到很多很多 就是好像怎樣 你有一個private area 你外面是有一個門擋住的 我相信外面還是聽到你說話 現在是嚇我 沒關係 在prat 住時尚2晚的hostel 你不需要享受那個打貨演奏會 在這裡 我相信那個隔音 我比較好不好 練起來就知道了 private area 混成下來 就是沒有打貨演奏會 另外一邊 就是那個空氣流通 因為我住過21個人在London的 只有一個window 它那個空氣流通很差 超級辛苦 它也沒有人氣 因為在歐洲 所以你晚上呼吸的時候是很辛苦很辛苦 它是三層的Lokka草 它是最上面睡一個 中間睡一個 下面睡一個 然後很辛苦 但是便宜 所以這裡有冷氣 所以好很多 第三個就是那個安全感 我相信女生男生還是 我自己都沒有很介意 會人家睡覺的時候看到你 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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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沒有很介意 有一些hostel 是沒有它那個圈鈴 拉回來 通常亞洲 我去日本的那些都是有的 但是在歐洲有一些都是沒有 所以就是人家在上面看到你 所以我們一些都會選上面 就是看人家 沒有啊 總之 總之 總之那個安全感 是在這裡 肯定會好很多 但是我不會說 傳統的hostel沒有優點 因為我相信你早上起來 你看到一個人 我還有個在master 哈囉哈囉哈囉 嗯 How you doing 然後你就認識一個新朋友 就是開始說話 但是在這裡 我相信你出門 就是開這個門以後 你很小機會會看到人 所以在傳統的hostel 認識朋友 我覺得還是容易一點的 所以總括贏了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想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一個人不想訂飯店 太貴了 可以去這些hostel 這些capsule hostel 如果你的tolerance高一點 再要便宜一點的話 就好像我平常在歐洲 怎樣去traditional的hostel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我覺得這些capsule hostel capsule hotel 就是高蘭走地 嗯 來滾之類 還是會好一點 因為你會覺得primex也多一點 安全一點 聽我說 啊算一人去旅行的話 可以試試 可以試試 如果你是好像我這些學生的話 錢是那個budget是蠻重要的 但是這個上面 有三個更重要 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真的要安全 不要變成 拜靠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嗯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也不簡單 因為我說的太多 information 介紹一下這裡 capsule hotel 好